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昨天說過 天水遺失把水少女 泳嫻 畫公仔 我不特別說了 接受訪問 拍攝他們的家 這個家你也覺得是一個很溫馨的家 果然沒有猜錯 通常就是正常健康家庭 就會有正常健康的年輕人 更加讓人覺得可惜 如果現在來說 我也不要說 為他父母傷心 我只是看到一個弟弟 十歲八歲 當然認識了 你說他 又怎樣 我心裡也覺得很不舒服 昨天 有報道 家人都打算把器官捐出來的 這個也不是容易做決定 說就容易 一點也不容易 特別是我們在佛家來說 不贊成 我不想特別說這件事太不開心 但我竟然在留言上 有一小撮的人 是說 說 你到底是 亂過馬路 現在司機真的被你累死了 我當他不是衝紅燈 因為看不到盞燈 當然被人迷宮 其實有很多簡單的道理 如果你說是衝紅燈 是不能談的 當然 衝紅燈的價格是99 錯了 我都覺得穎恆 即使現在離開也好 她要付1%的責任 因為你真的不 我真的經常說 不要一時心急 不知道是不是有幾粒乳粉 又趕上班 跟著她的媽媽說 她剛剛考完DSE 就找一份Part-time 做薛藝工 在機場上負責 搬行李 機場香港搬行李就非常失禮了 出行李出得最慢 香港 機場或管理局的人 歡迎來變 是最慢的 我想是因為請不到人 泳嫻就負責搬行李 下午2點準備上班 OK 就是這樣出事 我想說 我說過一千萬次 師傅不要說你如果是衝紅燈 就不用說話 就算那是綠燈 為什麼 要考車牌 我看到那些人真的很不妙 考車牌 就是因為 他要確保你 要懂得開車 要懂得控制車 要懂得開車 就是 殺人武器 你最後 你以為我不知道那些人有盲目嗎 就是因為只有盲目 你就要小心 特別是去到這些燈口 大家去看那個現場 我不理會綠燈 黃燈 你怎麼想要行人過馬路 有那麼多水馬 你老實說就沒想到嗎 就這樣去吧 走五十公里而已嘛 你撞到這人拋出去 肯定是七八十公里 而且沒有收油 沒被遺棄到 等於有時候說 我們有時候在拔街 大家有見過 我真的要去挖這些傻子 有時候在短街 連你都無論如何 準備過馬路會突然會 有一個吼 連客人都立刻突然去 明明是很遠的 彭一陣子就撿在你前面 為什麼呢?那條路只有200米 他無論如何 弄了死氣喉 以為自己都要下場 很多人在那些位置給油 這些不負責任 真的有什麼事 自己又哭 或者不哭 有些人沒有血腥 對不起 和家人有用嗎? 你有本事的 下場 給錢 掃錢 去賽車 沒有本事的 回家睡覺 別說什麼車手 這些就是混蛋 我告訴你 現在真奇怪 竟然有人說被他害死 就算我是綠燈 就算盲武 我不是說是榮行 是怎樣 什麼都好 也不少 喂 你開車的那個 最後我也要 那你也會讓的 為什麼我經常說我去了那些位置 我不只是保障人 比如沙田 那條大沖條路 十字路口 試過幾宗事件 又抹小巴 死了人 因為如果我 如果我 我講綠燈 踩著彈油去乘百公里 突然間有漫無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漫無 衝過來 別說人 我自己也糟糕的 這樣被人一撞 我也打幾個關頭 那我就留蛋油 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留蛋油的意思 總之我不是踩著油 其實就算你走六七十公里 有些快快的 都不會那麼傷 如果你想想 竟然有人說 當然那些人被人圍攻 他當然也不睡袖 難道他為什麼亂過馬路 你一定要這樣 亂過馬路 你也會讓 你有辦法嗎 第一 這個人去調查 究竟當時實際上是怎樣 那麼快就 不是 就算亂過馬路 亂過馬路 你也會讓 你為什麼要考車牌 你就是要讓 你沒有想辦法 總之你碰到燈位 你也會瘦瘦瘦 是啊 你沒有想辦法 你不需要去什麼燈 不要說是燈位 就算有時候 譬如我們下面的路 比較窄的沒有燈位 你也沒有理由踩著去 不要說的 沒有人 人家現在十幾歲 我真的不知道那些人是什麼 那個司機真的慘 這樣就比一輩子 好了 正在興建的元朗居屋朗天苑 發覺有外場預備組件 裝錯位置 防委會承認錯誤 已經叫做承建商修正 這是外場的組件 非結構組件 不會影響樓宇結構的 近日有關社交專業發問 說 朗天苑有單位的外場 和其他樓層的外場組件 布局不一樣 那房屋處回應的時候 是 朗天苑的承建商有理 在安裝司在24樓兩個單位的預製外場的時候 不將兩幅尺寸箱和大窗戶設計不同的預製外場 那剩下的 沒有東西的 那我也覺得 不用覺得 我也相信 不影響我的結構 但是 如果不是有社交專業 能夠拍攝到 那些人們不能這麼做 做事情做到 如果你想想 裝上去 你會讓人家想 為什麼不對格 不對款 拍攝到 當然要馬上做 很奇怪 現在香港為什麼會這樣呢 當然要說這個 朗豪方的Cinema City 現在最嚴重的是 越旺的地方似乎越靜 我有些網友 親戚 住對面海的人 經常叫我過來看看 我找一個極其心坊要過去 看看8點多的灣仔 在銅鑼灣 我最近一次過銅鑼灣 就是我銅鑼灣師傅曾經 銅鑼灣師傅 原來就是你 是的 我銅鑼灣師傅 不是 那個灣仔師傅 陳皓嵐 抱歉 我銅鑼灣師傅 因為我以前 我進去Sogo之前 我那個位的那個人 就離職我才進去頂他的位 那天就出去逛街 逛回我 然後跟我有好朋友的 叫Michael 他就說他是銅鑼灣師傅 他又是銅鑼灣師傅 你是銅鑼灣師傅 那時有陳老男嗎 沒有 90年代初 那我又算什麼 銅鑼你了 全部都看了灣仔決決師傅 就叫銅鑼灣師傅 不是 那時我們還沒有他們 還沒有 90年代初 可能不知道 那時有 尖銅鑼灣師傅 怎麽為是銅鑼灣師傅 當然不是狡猾 但是 以我們這麽想不閒的人 真的沒有工作 我一天 除了收拾東西 我喜歡收拾東西 為什麽會去那間翠華呢 因為翠華那時有男人婆 在那裏做 witcher 很幼細 很幼細 很幼大波 沒有人發現到 是我發現到 他真是短頭髮 他還要漂亮 但你開頭沒有意義 他的動作真是很男人 我發覺 你的皮膚 又細 腰又細 波又大 我跟朋友說了 很多人佩服我 和港 蓋真 生豬 被我罰到 我又在那裏 一天就在總統戲院 一天就在總統商場 一天就在報紙檔 看漫畫 大家相信我能夠坐在報紙檔 和報紙檔的那個檔主 由朝聊到晚 幫他收錢 我當然有些能耐 每個報紙檔都有這些人 他很冷悶的 還有他走開走 給我看看 他去吃東西 那時真的上水 上到瘋了 你想想星期一 二 三 四 那時要他的小孩 那個叫全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全江 打仔泉 不是 都是阿淑 就叫他的小孩 兒生下來幫忙 那時是每晚 例如星期一 例如是刀劍少 大本那些 那時候的周刊大本 四二一是明周 一大堆來 同學灣 是景雄街 那時候真的大想到這樣 那些周刊 晚上兩三點來到 已經賣了 馬上出書了 他那時候是復軍復突 就這樣回答 然後他就回答報紙 例如星期二 有《獨者問責》 也有《獨者問責》 《東周刊》 星期三是《一周刊》 我真的看著他們上水 我經常去 由開始買東西 到後來換漫畫 後來他就說 你會買蜆嗎 你們換來換去坐在那邊看吧 所以後來自己說 拿去看看 看完拿回來 他一定會賣到 他一定會賣到的 後來他就說 跟我看錯了 你不怕我會偷糟你嗎 你倆就偷了多少 上到水就這樣 說回頭 波斯福街 橋底的 報紙檔 早上星期就被人票紅 他不是要堅守的 他沒有牌 牌豬死了 不見了幾十個 那當我又認識的 但不是他 可能是牌豬死了 也是個中年輕人的 沙寧40歲的 不知道 那當事也是以前 東星鴻兄 古惑仔拍過的 大頭仔 不是在那裏 你想想給 誰搞的 給後來打拳的黃紫陽 何勇 何勇搞的 何勇後來給他鬼妹 找一下 十三個找他鬼妹 一晚幾晚 鬼妹 一晚七搞得到他 狠狠 又被大頭仔打到他 瘋了 好了好看 今晚我又要看看古惑仔 好了 我們看看我怎麼會講到這裏 旺角 我一看我真的覺得很大 原來這個朗豪方 2004年 開業的時候 也不是可能再早一點開業 那時候我們看看租金那裏 他 最初開的時候 是 租50萬 連賣分成 是120萬左右 OK 一個月 120萬 如果那時 50元張飛來計算 2004年是不是很旺 但起碼有西片 有6000個位 他就真的 看回原來 很厲害的 於是 黃伯明在2014年10年 從2004年開始 就用一個破天價 OK 就租過去 483萬月租 OK 然後 再加分成 10年之約 到了按月底增之後 現在不是483萬 就是按月底增 現在離場的時候 577萬6千元 月租 6000個位 一天要賣1800多張飛 如果你賣到105元一張 就叫 舊租 未計燈油 火納 火器人工 那你就可以想是輸夠緊的 OK 一天 你看看 6間戲院全天有34個場次來計 34個場次 1800多除30 其實正常來說 六十多人每一場 就夠你了 我吵你了 六十多人 是黃金時間 可能只有三五十人 如果你早上 12點兩點 一人包場 沒人都還可以 但是做到1800多人 你那一毫子 你不要再給片商 什麼人工都不明白 什麼人工都不懂 你是break even 夠給租 那你怎麼做呢 至此 到現在 黃百明這條院線 就已經 好像只剩下兩間戲院了 其實這些 都不是 軟線 由疫情 到現在 疫情也沒那麼嚴重 大家留意 其實疫情後 包括八老匯那些 就確定 收皮了 為什麼呢 疫情的時候 他們好像各行各業 現在疫情 還未開關 人們出不了街 確定疫情也沒那麼嚴重 確定疫情已經開關了 你媽媽不肯對勞 田雞就說如果他是軟商 也會便宜租 你便宜多少 有些 我以前接觸過有些戲院 他的大客公契 真的寫了做戲院 那麼狠狠 做不到別的東西 有些就寫著做戲院 或者酒樓 糟糕了 兩下都是大膜的東西 兩下方 自己的業主 你不減租的話 你要扔夠錢 你幹什麼呢 因為你戲院 你戲院你怎麼都會載到那些客人 一天一千個客人 當作戲院好了 都有一千人來行 你現在已經是很安靜的 我真的不懂 大家繼續回大陸 如果喜歡的話 我就經常堅決覺得 雖然有些戲都會留在 在Netflix上看 但其實戲院真的好多很多 你沒有辦法的 真的好多很多 尤其是我們駕駛人士 現在很多戲院都很好 你就算看一場戲 可能 都可以吸車票 現在那個狗戰好像說不早 那間星影會好 我也是喜歡去看的 睡在那套看 多舒服 VIP 房 又不會太多人 VIP 房也不太貴 幾十元飛了 有時候也不太貴 所以 你說怎麼搞 休息一會兒 我們第三節回來 我們先說一下 我們就不會放上重溫道 是一個openning OK 當然是非常殘忍 但是我要先說清楚 OK 你們要知道 是甚麼事 在6月19日 真是前日 有個 我不知道是成都還是哪裏 的男人 拿著雙刀 雙刀 雙刀火雞 對呀 雙刀火雞 對呀 雙刀火雞 拿去雙刀 就是這段片 YouTube 可能很快會沒有了 Facebook 就去對她 老婆的上司 因為 她老婆的上司 OK 看到她的老婆 就要求她參加這個廠商的聚餐 那老婆就跟她老公說定 其實很擔心 OK 她老婆說 她老公說 那你不要去 但是 她呢 老婆說 這樣出來做事 現在經濟是這樣的 我會小心 誰知道 跟她報道 這個上司 就在酒入面 落藥 迷姦 嗯 做出最 最大的惡行 好了 背景是這樣的 但是 當你看到這條片的時候 各位要問自己 你 因為很虧 你自己死定了 但是真是很難過癮 好 休息一會